中间青年论坛 大家看许芳云当老师的恐怖程度 重弦高度 伟婷快点 眼睛头 看到哪里 手都快 重弦再快 再高度 你的腰你的头你的脖子 快点 手指头 换没有方向 快快 不要停下来 伟婷快快 再快 快快快 不要只有牙齿用力而已 快点用你的手用你的脚 改变你的方向 八个方向在哪里 眼睛头 眼睛大开 手出去 手指手 把人放不出来 快 快快快 最后了 坚持到底 就只有两分钟而已 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你的信用 快点快点 快快快 威婷 已经把币掉了 快快快 等等 等 最后十秒了 快快 快快快 加油 好 謝謝 好吧 我不知道我這裡有沒有 台大教課的學生 願意當我的學生的人 請舉手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當老師也很蠢好不好 老師從頭要念到我 好不好 願意當許方穎 对对对 压力给我腰筋一点 愿意当他学生的人请举手 有这么多人这样 多少个这么多人 你们是愿意当他学生 被他这样一直念念念念念 你不会崩溃对不对 你确定不会崩溃 那愿意当我学生 我是慢慢慢慢地教你们 虽然考试分数不太高这样子 愿意当我学生的人请举手这样子 哇 你看 你把大家都吓坏了 你的形象马上转变 你有看到我在瞪你吗 谢谢你们二位 I love Paris and Memphis Memphis,Alvers,Parsley 谢谢 如果19岁 你在台湾已经跳到插 你都没有走出去 有什么差别回头看 两个完全不同的插路人生 如果19岁 如果是 你就留在台湾 因为它没有发生过 所以是假设性问题 对 我觉得我应该会是 我应该会是台湾最 最优良的舞蹈公务员 就是 我还 我出了国我还是很爱台湾 我觉得我在 可能 我在我还是会 就是一样吧 差别应该就差在 我觉得出国这件事情并不是出国本身 一定要出国 我觉得是 你用什么方式 你透过什么方式去看世界 看不一样的世界 那 因为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我知道 舞蹈可以不一样 我的生命可以不一样 选择如何做一个舞者可以不一样 那我有了选择性 那如果我守在 我并不是说 在台湾就不好 我说的守在 并不是守着台湾小岛的事情 不管守着 Mustlegram都一样 都一样 不管你在哪里 你如果只是 其实某种程度 那个守着 小岛不会守住人 小岛也不会关住人 就是 其实小岛的世界很大 你可以从一个点放观去 放眼去看世界 可是最怕的是 你永远在点上 看着自己花的圈圈的那个点 那相形的 你是用了一个无形的框架和监牢 把自己给关起来了 然后你还很自得其乐地说 我有我的天地 我觉得那才是有一种 有点可笑 也有点可惜的 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我 我其实很庆幸 我有机会 透过舞蹈 然后看到 接触到不一样的人 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 对自己有不一样的要求 我今年其实自己也 给了自己一场船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 跟他的舞一样 叫Way Out 我要走出去 而且我希望能够到 甚至走到很多国家 甚至我希望能够到 如安达去 那个地方已经互相屠杀了十年 当你拥有爱 你对一个事情拥有 无限的能量的时候 你会给你自己 跟很多故事找到出口来 我们现场的开放问问题 文切姐好 跟方英老师好 那我们新浪博 这边有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网友说 他看了方英老师的 口述的自传 然后里面提到一个 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说 就是老师有提到说 就是在您学习跳舞的时候 有面临到父母反对的 这个压力 那老师您如何突破 长辈的这个压力 然后来继续学 要不是我父母亲 反对的这么用力的话 我就不会坚持的这么努力 对 其实我觉得 我会坚持那么久 然后我父母其实是一大工程 因为他们不断不断的反对 那他让我觉得 他让我更坚信和相信 我一定要做给你看 所以其实我花了十年 证明 就是要告诉他说 其实这是一个专业 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专业 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 其实我只要 真的不想让他操心 我的目的是 为了不要他们操心 就是我想要 就请问就是老师 就是要怎么确定 自己的梦想 多数的朋友都很小就开始有 很小就开始有梦想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梦想 可是我从来不敢梦过 然后也没梦过 所以其实我并没有选择 就是我唯一会做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没有很困难 选择了这件事情 那至于说 之后会不会再改变 对 其实它会变 它随着年龄会成长 就像我说 出口会随着年龄的需求 而有不一样的出口 但是这个梦想 再改变 好像对我来讲 它不断越变 越美 然后越漂亮 然后越找到 自己的本位在哪里 你发现这个梦 做的真的不是做给别人 越做越回到 见到真实的自己 那我很开心 那个梦想当时 对我来讲 是一棵小种子 然后它就开始发芽 然后变成一棵树 然后二三十年的经验 舞台经验变成了 很有养分的树干 然后之后 梦想又不断 每天都想要做这个 做那个 然后之后 那个枝叶就开始冒 就是开始发芽了 所以它会变 但是变并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对于这样子走过来 然后有机会 画这样的生命地图 我觉得很幸福 您是以现代舞 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那如果以你的经验 如果我想要往国际 去发展的话 现阶段你觉得 我可以做什么努力 如果你去应征了十家公司 十家公司都不要你的话 然后你是 你觉得谁是唯一的交集 你是唯一的交集嘛 十家公司彼此不认识嘛 对不对 所以那你觉得 都是公司出了问题 还是你出了问题 我通常会 我会回来 我会觉得 那是不是我有问题 就我会开始想 那是我身上少了些什么 我需要调整些什么 或是我需要补足些什么 还是我真的只觉得 自己很不错 那是不是受到肯定 和受到尊重 我觉得 好像首先 同样的 不是先往外去要求 而是 你真不尊重自己 你肯不肯定自己 那这个尊重和肯定 不是脑袋里面想着 我尊重 你要尊重我啊 但是你如何学习 你如何学习尊重你自己 你在你的专业上面 是不是有一定的高度 是不是有一定深度和厚度 真的有吗 真的有吗 我说是真的啊 那才算数 OK 那如果说 那你说 国家有没有补助 相对的 我还是认为老话 如果你够好的话 永远不怕没有买家 那问题是 你够好吗 如果你真的够好 我相信就算你不要 他都会 想要送给你 他就怕你不要 可是不管是社会资源 或是国家资源 从事跟我 我觉得在我的表演艺术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身体的本身 其实就是最大的本钱 那你如何拿你最大的本钱 来证实你真的是有实力的 当你有本事 透过你最大的实力 拿出你的作品 然后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对 我觉得 不怕没眼光的人 就怕没好作品 所以我一直是这么返回来看 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最大的愿望当然是 我一直认为 我出国的时候心里一直想着 而且告诉自己 我走这条路 其实我为了想要 告诉让我的爸妈放心 也为了想要让我的 证明让我的父母亲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专业 可以活得很好 那我后来也发现 想要活得很好 你必须够好 其实再严苛的评论 事实上都不是纽约时报 也不是观众 其实最严苛的评论 最严厉的老师 最后是要回归到你自己 你永远是最在乎 那场演出好不好 你永远是最严苛要求 看到我今天想说 那脚趾头怎么会这样 或是 这是今天为什么 腹部的感觉没有 可是谁看到你腹部了 懂我的意思吗 谁最疗你 谁最熟悉你身上的 每一寸肌肉 不就是你吗 所以将来 我一直告诉我的 年轻舞者们说 其实我对你最大的期待就是 有一天你发现 老师对你的要求 早就不够了 因为你想要要求的更高 那我做老师就成功了 我们给许芳怡掌声 好吗 我们见许芳怡 中间青年论坛